禁封理业01772日前发行起,预计首9个月净利润介乎20.83至25.73亿元人民币,按年增长530%至678%。 盈利大增主因产品产销量按年增长,且产品的销售均价按年上涨,令经营性净利润按年增长,加上持有的金融资产产生公运价值变动收益,令非经常性收益按年增长。 与此同时,今年以来,内地高技术制造业的增长速度也十分理想。今年首三季度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按年增长20.1%,截至9月底,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均超过210万辆。 全球领先地位进一步巩固。由于新能源汽车以及儲能系统行业发展迅速。动力电池需求上升,将进一步刺激你的需求。 集团股价在10月15日至19日的短短三日间也累涨于13%。上升动力较强,阻力位于185港元,支持位建130元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